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第四第五篇 借银的不上十里 说温州中学的父亲 在中年时 加州平仇多子 有一邻居刚好相反 富有但是没有儿子 这位富林 这位富林就是命令他的 妾女 下周父求总 在某季夜间 起周父到他家饮酒 富林主人假装酒队而出 灵妾便出来陪周父 必告诉求总的事 周父一听十分惊讶转身想走 大剑们以为上手 这时周父 手指向半空中写了一句话 遗传种子数 恐惊天上神 意思是说 你们家想借着我来 转 来传种生子 可是我却恐惧自己犯了邪音的罪过 因而惊动了天上神明 周父写后 就面对墙壁 不去看灵妾的容貌 20年后 儿子周玄考证下试 他所目前一阶新传员 这位梦中新传员即是周玄 还没有意采集 上面写着遗传种子数 恐惊天上神 他所对自己所做的梦也不知何故 后来 玄珍的考证传员 探手亲远到周家出贺 对述说以前所做的梦 周玄的父亲也说 这是我20年前对着天空所写的话 但是周父为了不揭发别人隐私 终其一生始终隐晦这些事 面对美色大姐却能严操解手 得行福音子孙得尊贵的善报 阿弥陀佛 西娃奇地阿弥陀佛 优优优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